今天老师会示范怎么样把你坐在布置的功课呢 上载到这个Google Classroom这一边 比如说今天老师给的一个功课是在你的活动本 或者是作业或者老师叫你坐在布置的 比如说这一个同学们观看讲解影片后 请完成活动本的第33和35页 那如果我把活动本的练习做好了 那我要怎样上载到Google Classroom呢 那上载到Google Classroom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老师去批改你的练习 然后它会存在这个Google Classroom这边 就比较方便让你看回去 那你的功课做好了 那我就要在这边下面按这个Add Attachment 那有一些人呢是Add or Create这个的 那你就要先去拍照才来按这个 那如果你的是出现Add Attachment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上来 按Take Photo 就是去把你的功课的照片给拍起来 老师用另外一个作业来做示范 那你就拍起来 好 你看如果照片拍得清楚了 才按打勾 那如果是不清楚的 你就去拍过 好 这张非常清楚了 我就按打勾 那如果你的作业老师教你做两页的话 那你就要上载两张照片了 好 我们就等它上载一下 好 那它就出现在这里了 那如果我还要上载多一张照片 我就同样的步骤 再重复一次 好 那上载完了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有一个红色的 或者是别的颜色 有一个小山这样子的那个logo 然后你就按下面的这个 那因为这位同学是已经教了的 所以它这边是出现Resubmit 那如果是还没教过的 通常它会出现Turn in 或者是My stand这样的 你就按下面这个 那就会教上去了 好 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噶 噶 的 噶 感谢观看